你,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他国的人不论贵贱 只要这我大兴皇城都会被查得清清楚楚 怎么,朱大人不知道吗 听说,你的三夫人最先有孕 但是大夫人和二夫人是双胞胎姐妹 两人几乎是同事有消息的 如果他们腹中胎儿都能顺利落地 你可能不止三个孩儿 这些消息,你从哪里知道的 严北征的人查的 就是现在 圣戒书领色一冷,猛地往前一扑 头上那只并不打眼的朱钗 便摔在了地上 碎朱里的白色粉幕露出来 一接触到空气便燃烧 瞬间变成气味极浓郁的黑色烟雾 大半都被猝不及防的朱大人吸进了鼻子 这是什么动 化工伞 这东西啊 只对会武功有内劲的人有用 只需要吸入一缕烟雾 半个时辰之内 你们连弱的三岁小孩儿都不如 身为西楚的顶尖奸细 连我这个摄政王妃能医会读都不知道 就想利用我去采炎北征的脸 你们西楚的戏作可真够差劲呢 你 摄政王还算有几招 可惜再有招数 只要在这屋子里被困久了 就算我们不动手 摄政王妃自己也会忍不住往我们身上扑 我倒是更希望等会这门被打开的时候 外面的人瞧见他 是摄政王妃不惜屈尊降贵 宽衣解代伺候我们这几个男计的 姐姐 我觉得好热 好难受 圣经说 用化骨散的烟让我栽了 但这香炉里烧着的 却是我西楚独有的一种香料 叫女儿媚 只对女人有效 种了这等媚香 就算是裂妇也会变成盗女 而且如果不及时与男人共欢 还会暴体而亡 摄政王妃 我很期待看见你接下来的表现 亏了对付我这么一个女人 你们西楚掺和井来层层下毒 也算是煞为苦心了 圣经说拿出一颗解毒丹 塞到了圣秋石的嘴里 但这解毒丹 他只有一颗 只能先给圣秋石解毒 但是女儿媚的药性毕竟霸道 解毒过程之中 依旧会比较难熬 所以他才扎晕了秋石 无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